欢迎来到小陈电影 这才要分享一部看完就赚到的冷门电影 受够了自己 很适合性格作 情绪变化无常的年轻人观看 作者 舒操小枝 西格尼和汤姆是一对生活在北欧的年轻情侣 或许日子过得太惬意舒适了 他们总想在平凡的生活里 搞出点出格的事情来增加乐趣 这天两人专程到高级餐厅就餐 还装目作样 点了一瓶昂贵的红酒 接着汤姆暗示西格尼配合他进行表演 假装到店外 接听雕话 虽然西格尼没过完贵妇饮 可还是不情愿地离开座位 走到大牵手 突然传来一声大货 汤姆就抱着红酒凭飞速冲出餐厅 原来他早就计划要吃霸王餐 其实汤姆不是第一次干这种勾当了 他留意到这个社会人人冷漠自私 不干己 势不开口 并利用这种人性弱点 堂而皇之的偷窃家具 甚至还给自己扣上一顶 行为艺术家的帽子作为辩护 这会儿在酒局上 汤姆当中炫耀偷来的高到红酒 周围人不仅不谴责这种违法行为 反而你一言我一语 把汤姆捧上了天 西格尼就不爽了 明明是由他配合的一场演出 现在变成了汤姆一个人的独角戏 原来这对所谓的情侣 时时刻刻都在心里嫉妒 在和彼此竞争 西格尼越是被无视和忽略 心里就越分拧巴和不服 他总觉得自己的才华得不到认可 一直以来只能在咖啡店打工 话说他当班这一天 一个女人被逢了破了狠梦 鲜血喷咬而出 在场的人都给下答应 只有西格尼冲上前有众人 还用毛巾为他止死 直至救护车赶到 等坐完笔录 西格尼才意识到 浑身上下都沾满鲜血 这副模样成了人们眼中的奇观和话题 还有人拿起手机拍摄视频 西格尼顿时存在感大爆发 他故意不把自己清洗干净 带着满脸满身的血迹走在他街上 一路上获得了不少回头率 西格尼狼狈不堪的样子 吓坏了他们 他知道女友平时特别爱作 但看到他颤抖的身体 眼泪夺胖而出的模样 他们真的有些焦虑了 见到男友坐立不安的样子 西格尼内心别提多得意 他特别在乎这段感情当中 谁会付出更多 谁会占据主导位置 果然经历此次事故后 西格尼也有了向朋友们吹捧的资本 他不断夸大自己乐于助人的英雄行为 正是自己不过安危 冲上去帮忙 才拯救了一个陌生人的生命 在西格尼的反复洗脑下 一位报社记者被他打动了 答应给西格尼做个采访 对方的提议正中吓坏 西格尼感觉自己又赢下一局 然而几周后 他们就重新夺回了关注度 一家知名画廊 看中了他的行为艺术 专门为他举办了一场展览 开幕当天 汤姆跟宾客们谈笑风声 霸占了所有的焦点 西格尼则被挤到门外 如同一枚透明的路人甲 晚宴上 餐饮负责人询问宾客 是否对食物有忌口 西格尼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 声称自己对坚果严重过敏 晚餐端上来后 西格尼赌气从汤姆的碗里捞东西吃 企图引起男友的注意 几顾负责人立刻上前制止 原来那份食材中含有坚果成分 事到如今 西格尼被迫要自证有病 只好假装可思呕吐 汤姆知道西格尼在撒谎 又不好意思当众拆穿它 于是灵机一动 站起来发表展览感言 果然重新夺回了众人的目光 西格尼明白男友 实在跟自己搞拉锯战 他也不想输给对方 便拼命地咳嗽 接着就昏倒在临坐的怀里 看着女友这么卖力地 破坏自己的高光时刻 汤姆敢怒不敢言 白白吃了哑巴亏 几天后 百无聊赖的西格尼正在浏览网站 武艺中刷到一则新闻 顿时来了兴趣 原来某国市面上 出现了一种治疗焦虑的特效药 但患者在服用后 都会出现严重的副作用 轻则全脸长满秋枕红斑 重则出现斑痕增生 话说西格尼的心理承受力 就是跟别人不同啊 他反而被这种奇异的病例现象吸引了 很快 西格尼通过朋友买到了 同一个牌子的黄色药片 为了早点看到效果 西格尼每天按时服用 没多久就出现了失睡症状 不但工作发生失误 跟男友吃饭时也会突然断片 但除此之外 尚未出现其他情况 西格尼反而有些不安 担心自己白忙活一场 事实上 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这天西格尼突然觉得身上奇痒无比 先看衣服一看 手臂上竟然长出猪网一样的红色斑痕 脸颊上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 晚上回到家 汤姆看到西格尼身上的大片红斑 好心提醒女友去医院检查 西格尼表面装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 心里却开心这份折腾 终于得到了男友的关心 但西格尼根本没有接受医生的检查 毕竟病情不疼不痒 怎么能让汤姆保持对自己的关注呢 可惜西格尼太天真了 药物副作用的严重性超出了她的预想 仅仅过了几个小时 西格尼整张脸就肿得像癞蛤蟆皮 她的眼睛看不清东西 口齿含混无法表达 直接被拉到医院抢救 西格尼接受了完整的检查和治疗 脸被纱布包扎得像一个木乃伊 身上也插满了仪器 然而都混到这么悲惨的境地了 西格尼又做了什么呢 她挣扎着走到了镜子面前 开始自拍 然后发照片给朋友和家人们卖惨 企图得到他们的同情和关怀 出院回家后 西格尼摘掉了纱布 虽然面部肿胀早已消退 皮肤最终留下了类似刺青般的疤痕纹路 导致面部严重混容 然而这个女人居然很享受这种面部缺陷 觉得自己拥有独一无二的美丽外表 由于西格尼是当地唯一出现这种特殊皮肤病的患者 她便想借此机会拨一把眼球 西格尼赶紧把记者朋友约出来吹捧了一番 对方答应为她提供独家采访机会 他们见女友又一次获得媒体关注 心里颇为嫉妒不爽 沉浸在虚荣中的西格尼展开了不切实际的妄想 她因为不幸遭遇而获得全世界的关注与人气 还穿着高级时装接受电视主播专访 就连小时候抛弃她的父亲也专程赶来道歉 西格尼得意洋洋 面对摄影机唱起自己最喜爱的歌曲 现实中西格尼灵患奇特病症的大幅彩照 被刊登在报纸头版 流量和热度让女人心情大爽 她毫不掩饰自己受伤的面孔 反而迫不及待地向人们展示 这种残缺又诡异的美感 但她不知道的是 这种药的副作用正在对她的健康造成更严重的危害 比如会经常出现癫痫抽筋等 无法控制身体的情况 西格尼的话题热度引起了时尚圈的注意 一个服装品牌负责人 对她面部和身体上的斑痕纹路非常感兴趣 特意邀请西格尼来做模特 以展示出品牌的包容性 在双方会面期间 西格尼觉得嗓子发扬恶心 经不住咳嗽 咳血的液体还不受控制地从嘴角渗出 西格尼赶紧冲去洗手间 结果没忍住 一口血潑在了脏上 回到会议室 品牌负责人让西格尼签署了一份合约 表示在拍摄期间 不会对西格尼的健康状况承担法律责任 西格尼难有心思考虑合约 她走在脑海里 给自己设想了一个当后模特的美好生活 住的是豪华现代的别墅 时常来往世界各地进行拍摄 而他们再也不敢轻视自己 她甚至跪下来请求西格尼 希望以她为谬思进行艺术创作 这一切都只是女人不切实际的梦幻 让西格尼胆战心惊的事还在后面 她原本美丽的金发 在压务刺激下大面积脱落 但个脑袋都卸顶了 不仅如此 西格尼的脸部再次感染化浓 丑陋的样子把品牌负责人吓坏了 她试图寻找各种理由 来拖延给西格尼拍摄的事情 西格尼也非常害怕心虚 只能再次用幻想麻痹自己 她想象自己的患病经历 被写成了一本畅销书 这本自传简直是举世无双 连他们都不得不承认 她的天赋才华 还对西格尼爱得死去活来 直到西格尼忍不住吐出血来 她才从幻境中清醒过来 为了得到拍摄机会 西格尼不得不动起歪脑筋 她把排在自己前面的女模特所 在了洗手间 如此才获得站在摄影机前的机会 想不到导演竟然很欣赏 西格尼的表现力和勇气 还临时给她加了一句广告词 结果西格尼一说话 就嗓子发扬想呕吐 导演喊咖了好几次 就在西格尼勉强讲完广告词时 头顶突然流出血来 她眼睛一黑 昏倒在地上 四肢不停抽搐 全场发出一片恐慌的尖叫 最终西格尼捡了条命回来 他们也受够了这段不健康的恋爱关系 选择了分手 能有了竞争对象 西格尼这一番罪也是白受了 她经不住内心折磨 向记者吐露了真相 承认自己在知道副作用的情况下 故意磕要生病 就为了博得外界对自己的关注 记者听完直接骂她无耻 一个人用健康和生命开玩笑 简直就是疯子 即便被所有人抛弃 西格尼竟然还无法丢弃那些泡沫般的幻想 在那个虚构世界里 西格尼出版的自传大受欢迎 人人争相抢购 而她和汤姆也成归于好 还顺利的怀孕了 实际上 只有西格尼孤独的坐在房间中 没有事业 也没有爱情 她和汤姆真的相爱过吗 或许他们只是更爱自己 电影结尾 西格尼来到治疗护衷小组 她收敛起所有的自恋 虚柔和谎言 坦诚地讲述自己的患病经历 在健康疗愈的环境里 西格尼终于感受到了真实的力量 感受到了踏踏实实 过正常生活的美好 在此期间 她听说汤姆因为偷盗被捕入狱 自己制造的业里 只有自己偿还 对西格尼而言 她还有机会重新出发 只可惜 她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好了感谢收看小时电影 我是小一 下期栏目 我们再见咯